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世界目光集中在乌克兰危机的紧张时刻 美国白宫2月11日公布印太战略 这是拜登总统任内第一份区域性的战略报告 但是就本质和影响力来说 它对美国 对印太地区乃至对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印太战略有19页的篇幅 开宗民意引用拜登总统2021年9月24日 在四方安全对话首脑会议上说的一句话 我们每个国家的未来 甚至是世界的未来 都取决于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在未来几十年的持久与繁荣 这一份纲领新文件还说 几个世纪以来 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都过于狭隘地 将亚洲视为地缘政治竞争的竞技场 如今 印太地区国家正在协助定义国际秩序的本质 它的结果与美国及其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 利害相关 美国的责任是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 相互联系 繁荣 安全和富有韧性的印太地区 这份纲领新文件以印太战略为名 实质上是美国捍卫自由开放国际秩序的一次历史性宣言 面对中国的挑战 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能否持续 决定于今后十年的努力 大有天地转 光阴破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印太地区为什么如此重要 对远在千里外的美国有何切身厉害关系呢 印太地区的人口超过世界一半 包括58%的青年人 该地区的经济总量 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0% 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来自于此 十年内 印太地区将有15亿人 加入全球中产阶级行列 它还拥有世界65%的海洋和25%的陆地 这一组数据表明 印太地区是当前 也是今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消费中心 海上航运是主要运输线 如果不能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而被极权胁迫所控制 将会严重影响区域 乃至世界的安全与繁荣 有个别国家批评美国是域外国家 和印太地区发展没有关系 甚至指出亚洲的事情要靠亚洲人民来办 亚洲的问题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 亚洲的安全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 然而实情并非如此 美国印太战略指出 美国是一个印太地区的强国 该地区从美国西部太平洋海岸线 一直延伸到印度洋 美国与印太地区的关系 早于两个世纪前建立 当时美国人来印太地区寻找商机 并且随着亚洲移民来到美国而发展壮大 经过二次大战提醒了美国 只有当亚洲安全 美国才能安全 战后美国与澳大利亚 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 结成牢固的条约联盟 为该地区民主国家的繁荣 奠定安全基础 之后又与东盟国家 发展密切的贸易与投资关系 致力于维护从人权到航行自由的 国际法及其规范 冷战结束 美国曾经考虑从印太地区撤军 结果没有执行 因为美国明白 印太地区将在21世纪更具战略价值 从小布希政府起 美国开始了解亚洲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并且与中国 日本和印度密切接触 奥巴马政府 加快美国对亚洲的优先考虑 投入新的外交 经济和军事资源 到特朗普政府也承认印太地区是世界的重心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 拜登政府决心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长期地位和承诺 起到成先其后的作用 从东北亚到东南亚 再到南亚和大洋洲 包括太平洋岛国 美国都将关注该地区的每一个角落 目前驻扎在印太地区的美军 比美国以外的任何地区都多 与此同时 美国的许多盟友和伙伴 包括欧洲 也把注意力转向印太地区 俄罗斯也不例外 因此 国际社会转向印太 不是哪个国家 想要打压当地国的发展 而是大势所趋 在新的全球经济格局中 不能缺席 美国关注的是 在各国静和的过程中 维持一个自由开放 相互联系 繁荣 安全 和富有韧性的印太地区 维护共同遵守的国际秩序 才能走得长远 讲到这儿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稍后继续为您说明 军事无禁区 好的 我们回到栏目现场 美国印太战略指出 美国民众的繁荣与印太地区息息相关 2020年统计显示 美国和印太地区的双边贸易总额 达1.75兆美元 支持当地500多万个就业机会 美国对该地区的投资额超过9690亿美元 比过去10年增长将近一倍 同时 印太地区在美国的投资额将近9000亿美元 支持美国300多万个就业机会 可以说 美国与印太地区正朝向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迈进 双方互联互通 或福与共 印太地区经济出了问题 需要所有参与者共同解决 安全出了问题 也当然需要利益攸关者共同面对 无所谓欲内欲外之别 而在于解决问题的手段差异 是基于自由开放或强压胁迫 现在问题来了 印太地区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挑战 美国印太战略指出 中国正在结合经济 外交 军事和技术力量 在印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 并且寻求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强国 中国的胁迫和侵略遍及全球 但是在印太地区最为尖锐 从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 到与印度的边境冲突 再到对台湾日益增强的压力 以及中国对东海和南海邻国的霸凌 应该说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 承担中国有害行为的大部分代价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也在破坏人权和国际法 包括航行自由原则 以及为印太地区带来稳定与繁荣的其他法规 美方认为 未来十年是关键期 美国与盟友及伙伴的集体努力 将决定中国能否改变 长久维系印太地区 稳定与繁荣的国际秩序 如果美中的战略碰撞一旦升级 是否引发战争呢 按照美国的战略设想 应该是极力避免 印太战略指出 美国的目的不是改变中国 而是塑造可供运作的战略环境 在世界建立一个最有利于美国 及其盟友和伙伴 以及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并且能够起到影响力的平衡 同时美国会以负责任的做法 管理与中国的竞争 由此看来美国没有与中国必有一战的想法 而是维持一个与中国竞争的战略平衡 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发展 如果这种战略平衡设想失败 美国将以整合式嚇阻 紧密整合盟友与伙伴的集体力量 劝阻或击败任何形式或任何领域的侵略 美国以创新做法确保美军 能在快速变化的威胁环境中开展行动 包括太空、网络空间 以及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 同时美国正在发展新的作战概念 建立更具韧性的指挥控制系统 扩大联合演习与作战范围及其复杂性 并且寻求多样化的兵力部署 增强美国与盟友及伙伴 在前沿更加灵活的作战能力 讲到这儿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稍后继续为你说明 军事无禁区 好的 我们回到栏目现场 为了落实政策 美国印太战略设定五大目标 包括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建立区域内外联系 推动区域繁荣 加强印太地区安全 建立区域应对包括气候变迁 新冠病毒大流行等跨国界威胁的能力 此外 美国将在未来12至24个月内 推行10项主要工作 一 在印太地区投入新资源 二 推动印太经济架构 三 增强嚇阻 四 加强父权与统一的东盟 五 支持印度持续崛起和区域领导地位 六 强化四方安全对话 七 扩大美日韩合作 八 在太平洋岛国建立任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九 支持良好的政府治理与问责制 十 促进开放任性安全和值得信赖的技术 不论是目标或工作 美国将优先运用最大的不对称优势 就是美国的安全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 美国在印太地区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 结成牢固的条约联盟 与印度建立主要防务伙伴关系 与东盟有紧密的战略协作 同时正在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防御能力 并且利用欧盟和北约对印太地区的关注 促成一致的联盟战线 这种越洋跨州的联盟和伙伴优势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与之相比 不过在关键时刻 尤其面对中国挑战 能否齐心协力 还没有经过实际的检验 因此 美国印太战略多次强调 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不能单独完成 而需要集体力量 面对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和历史性的挑战 美国需要与认同此一愿景的国家 进行前所未有的合作 才能实现目标 对中国而言 最关注的动向 莫过于美台关系发展 这次美国印太战略做出罕见突破 四次提到台湾 并且把美国与地区内外伙伴 共同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作为加强印太安全的目标之一 说明美国已经把台海问题国际化 从根本上否定台海问题是中国内政 更不是中国内战的延续 而是重大的国际侵略事件 优关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可以说这是美国印太战略 最敏感的一次战略调整 接着要看具体作为 今后台湾能在多大程度上 融入美国印太战略的整体安全框架 也正是对此一战略的考验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 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尽区栏目 我是栏目的主持人齐乐义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会